你講得那麼像夫妻的桌子卷旗嗎? 先生,你是不是把前人修正後的兩張圖調轉了? 僅有作畫上算正常的部分,撿爛它 今時今日還買到一千萬隻,是一千萬隻啊! 你們這些傢伙,到底你懂不懂動詞捕雪這期發生了什麼事? 過了十年之後,男未娶女未嫁,你要不要娶我啊? 港女找避胎那些東西呢? 新客服 小時候你玩什麼?Pokamon? 大一句話,Pokamon這麼老,不玩啊! 到大國,我們來玩什麼?Pokamon! 但重點就是,其實每一次我都沒有想過做續集 日本由惡逆領雙轉生,歷史來就是什麼? 惡逆主角轉生 我們被人欺負了,所以我們不玩了 如果他不延期的話,你就看著新的東西,全新的東西 見到這句話,你都想得到,屎得是收皮的 互相去投降,在官方眼中,這些基本上是躺平 好,歡迎到惡他周報,我是傑答 我是末逸 今天2021年11月6日,星期六 這是惡他周報每個星期講世界各地ACG新聞 我們的跌宿群組網址在資訊欄 請多多來觀察 但今個星期,很多大大料,是想不到這麼多大料 也挺震撼的 我想說一些,不是太好,又不知道差下消息 鐵拳浪子的作者,千葉撤離就進了醫院投醫 他的說法就是,心臟有事,大動物有事,喉嚨有事 一個82歲的老人家其實也是這樣的 老人家的病重特別多 他就會說,有新消息就發出他的太太和兒子會更新的 他還保持著他的桌子 他這個年紀真的要看著身體 暫時應該還未有事 不要見我一開始說他,沒事沒事 老人家的尊重一下 好,講到年輕女 高規家內子在11月1日宣佈有限度恢復活動 只要說過了,他因為跡壓力太大,身體適應障礙 身體又不適 休了3月,8月頭就休了10月尾 11月1日宣佈有限度復活 那麼,11月中的Ageria演唱會就不行了 但是,11月尾唱歌還可以 有些粉絲問他為什麼他不參加Ageria的2nd演唱會 很簡單 11月1日復出,11月7日宣佈就要演出了 兩個禮拜連條忙嗎? 根本上不夠時間 不僅不僅有時間 還有,你剛剛復出當然是做些輕鬆的事情 怎會一來就做最重、最糟糕的Live 還要免得充飛 對,對聲音也好,歌手也好 這些Live是最重的那一刻 沒理由一復出就去搞這麼糟糕的事情 當然是有些比較輕鬆的可以做起的 最重要的是,他這次復活 大家感覺到的是,他準備了年尾Ageria演唱會 因為他應該有兩年沒有開過正式的演唱會 其他有演出過的 但要是網上演唱會,要是活動 他自己演唱會是今年12月29日和3日 這時候復出兩個月時間 讓他操作體能的話,是趕得及的 但你兩星期八後就一定不行了 所以可以體量的 還有,Ageria當然要自己演唱會 所以剛剛說,這兩個月他算是復健中 所以不就叫做有限度復活 操作體能,我叫做操作體能 先操作體能 你休了三個月,基本上所有體能都會現形 好了,另一件事其實真的是大消息 就是星優事務所消息宣布 關門,他是不是倒閉 總之在2022年3月後就會正式結束營業 最嚴重的當然不會由目逼 鬼猶明禮、石川家人 根本信言,這群人走出來 自己獨立也好,開事務所也好 租錢,事務所也好 他根本不怕沒有工作 總之他沒有工作 問題就是,新人、訓練所就最嚴重了 那這個時候,剛本就出來拍心口說 復活是訓練我成材的 我現在就要回報事務所,我拍心口 我開一間事務,照顧新人和訓練生 公司法律上,他就不是承繼復活的 但是他業務上就可能會 基本上是完全承繼復活的 他也說得明白,只要是之前相關的 他們全部可以過動在身上 我猜連包括事務所的員工都應該包括在內 有部分,因為有另一個說法就是 事務所裡面有些經理人 他會自己開事務所 跟其他經理人一起讀 那你不想繼續,當然不繼續 那他心裡有頂眼想 大部分星期間都不喜歡弄自己的事務所 就是麻煩的 當初也是 事務所最大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煩 背景也好,工作也好 有什麼叫事務所幫你弄掉 打工有什麼好處就是 打工你不用煩 要幫你弄掉 事務所就是這樣 而且不會蝕本 你自己出來揹飛 事務所暫時也是計理 所以這個算是拍春代理 就是這樣 那根本上是越難得越來越英了一次 拍胸口也說照顧了私底妹 另一宗又是事務所的 那賴慧華沙美就過檔Sar Trail 即是水樹內內的新事務所 最初以為這間事務所 純粹是水樹內內專用的 那現在多賴慧華沙美似乎是一間正式的事務所 但究竟是回家有幾大就不知道了 然後另一宗更震撼的 又是真的超大的生物 就是上星期日 那Fitside的一個生物 就爆了大事 就是藍條愛奶宣布在2022年2月尾畢業 即是他和八叔合作了12年 終於就結束了 其實又不是說預了 因為他之前在2009年 他接第一任的Nao之後 Fitside和八木子五次合作了12年 但他這個組合會紅 是真的跟藍條愛奶相關的 如果沒有藍條愛奶的話 Fitside是不會紅到現在的那樣的清級數 那散了又不能說是 慘的因為音樂組合 如果合作了12年太有習慣的話 不是好事的 還有難道我們現在還擔心 藍條愛奶沒有公開嗎 他只要工作多了就結不完 這個算是擦檔 理論上就是 這些合作形式 如果長時間依賴一邊 總是會有些爭吊 磨擦了一些東西 那他到底是因為不和 所以他當然沒有說 他台面一定會說的了 我一開始看到自己 藍條愛奶畢業 不聽消息 那些猴子特意拿走了 那些猴子只是說這幾個字 才是說什麼事 有些嚇到 因為這個組合就是 當年因為Nao離隊 他需要找一個人代替他 三顧草勞拜託 當時傳新人 聲優藍條愛奶 那請了他之後 一合作 他第一首歌 Only My Ray Gun 就爆紅了 就唱了12年 但其實音樂組合是這樣的 因為你合作太久 太習慣跟他一把聲的話 你就會悶 要求有變化 其實這件事可以理解的 很多組合 中途突然間會有幾年 突然間兩個人完全不合作 之後又回到一起 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太久 跟組合合作太久 會悶的 創作又悶 聽的人又悶 這個時候 他需要有變化是好事的 你講得很像夫妻的桌拳旗 是的 事實上有很多組合 你會發現 突然間有幾年兩三年 整個組合完全沒有 分開各自行容 然後又回到一起 好吧 接著這件事就結束了 Gundam Cave 4店住在一起關門 包括台場店、老秋店、大阪店 和福港店 一起收皮 包括去年剛剛新開的那間 是的 挺同情他的 因為這些店舖 他擺明做遊客生意 尤其是油條毛尾這兩年 這兩年是完全沒有生意 最慘重的是剛剛好 還是一直開著 只要不斷有遊客過來 而且重要是短期內 你都不太指望會有很多客人來 其實我沒有調查過 我不肯定 因為如果他依靠歐美客 只要日本開關就沒問題了 因為Gundam 我的印象中 歐美客是不少的 但如果他是依靠日本、中國客 就算日本開關也沒用的 因為中國不開關 最重要是日本也沒開關 他應該就開了 如果身數那麼低 那些大神 不斷放風出來 現在看情況 因為他現在還在害怕 因為有些專家 有些專家是在嚇人 所以應該沒那麼快 應該都會穩固一點看 甚至反正有些 都死了九成了 都不相差 不,我記得日本有些官 都挺心急 他都知道日本經濟 都被他這樣搞一搞 都挺麻煩的 應該日本開關應該快 更大陸通關的 我覺得應該是今年 夏年年頭 一月左右 這兩個月暫時不關 不過日本開關 我們都挺難去的 因為你回來 都要隔離 說真的 如果回來 就要隔離 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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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吧 就輕鬆吧 很多人做不到 夠脆的 好 那又是一根收拾 又是收拾消息 Enerty Enerty Holyborder 就停止營運了 即是Pokemon GO 和Ingrid那家 他同時都有搞 Holyborder AR的遊戲 他宣布 2020年 一月就收皮 這個就不關AR 不關疫情事的 我希望我們連話一起說 純粹是因為他們關門 就不因為關疫情相關 因為其實這遊戲的主力 主打是那些鬼魂世界 鬼魂世界組 走路通街都是 主要是這遊戲不好玩 這遊戲真的很難不好玩 我認真跟你說 作為一個有玩英鬼 有玩Pokemon GO的人 應該有資格說這個話 這遊戲真的很難玩 真的半疲倦 所以他倒閉 就不關什麼事 純粹是這遊戲不好玩 就順便收起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要集中資源 新出那隻 那隻我還沒玩 香港叫什麼 Picam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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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知道他沒有中文名字 我沒有跟著他 我也不知道 是啊 還是他 11月2日 即我們這一刻 就開了遊戲 但我沒有空去看 都不敢試 還是這類AR遊戲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明白嗎 我覺得他應該是覺得 我還不來 那麼多隻一起搞 那我就折買一隻 都不是很好買的 那我去試試新的那隻 因為呢 說回哈利伯特 哈利伯特 其實跟AR的實境擴充 其實是不太相配的 就是你無緣無故想到 AR現實世界 看到某些東西 會跟哈利伯特 世界有多大的重合 其實有些硬來的 當初出的時候 就說他硬來的 出到來都說他硬來的 但是今次這隻 他的世界觀有一樣東西很契合的 就是他裏面 你是到處去吸那些 很小的那隻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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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拿了一大堆去攻擊人 做這樣做那樣 那麼他裏面 就是在現實世界裏面 到處到右邊 是被你吸的 就是吸他回來用的 那實際上說 我沒事 看起來 就應該 都不是太換湯不代用 但是這類遊戲 其實不是說遊戲性有多高 而是跟世界觀的契合度 就是為什麼Pokemon GO 會這麼受歡迎 就是因為他跟現實世界很契合 就是 哇!我這個現實世界 可以看到隻比加超 然後扔個球去抓狗他 就是這件事 是很符合 很滿足大家的想法 所以他受傷的遊戲 其實不算有什麼很特別 但都依然是 很多人樂切不疲的 那這隻呢 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解這契合的 就這樣看概念 再重新一次 雖然他已經上了解 但是我還沒實測 但是他就不像Pokemon GO 那麼紅 那麼大牌 那麼會不會 好像Pokemon GO 應該不會的 但是 會不會好像 哈利波特 那麼最重要的手臂呢 就看圖畫啦 你知道啦 這個N社最喜歡 玩狗的玩家 還有玩狗自己的員工 好啦 那我們說完這個N社 我們說另一個N社 大家比較熟的 任天堂 任天堂就宣佈 在2020年年尾 會在大阪 同班屋店 開第二間任天堂 在大阪直營店 官方stop啦 即是賣精品啦 賣修便那些東西啦 就叫 你聽到Ossaka 就是在大阪園梅田店 就是大阪重拔屋 大家如果去大阪的話 你應該會經過的 在地上走一走 現在開店都挺保守的 因為我講真的 任天堂的等級 一年去四五間都沒問題 現在才一年 而且現在說是在2020年尾 才可以在大阪開店 會不會有些保守呢 嗯 那現在這個時勢 老實說 你太進取 剛剛我們才說完 太進取那些 就是最後要收回 所以沒錯 兩者完全不同 一個是受害於疫情 一個是受益於疫情 但是他們實體店 就不需要那麽急著擴充的 老任向來都不是那麽急進的東西 對 好笑的 就好像任天堂的博物館 現在才決定起 大哥 以你的江湖地位 早十年前應該起 那個比較接近 忘記了 忘記了 忘記了這幾個事 那還有一個任天堂決算會 簡單說就是 我們全球賣了九千萬部 九千萬部大概是什麽概念呢 3DS最終賣了七千萬萬部 就是它已經過了3DS的了 我記得當年Gameboy是賣了一億幾 我沒有記錯 不是很坑的數字 過了一億的 它還未去到 Gameboy累積了那麽久 就是你以為人家 Gameboy累積了很多年 這個Sweet不是賣了很久而已 然後它有些財表 挺有趣的 Sweet的玩家最多 因為它其實分布範圍 相對另外那兩檔 是分布都很低的 最多大部分都分配在二三十歲之間 都符合形象的 很有趣的 就是很小 就是五到十歲左右 十歲前後 都有一堆 但是十五歲前後 就少一些 反過來就會少了 就是青少年 一是覺得任天堂老土 一是覺得任天堂幼稚 覺得Xport或者EPS 比較少 所以就比較少 但是到二十多歲的大學生 又多了 以前有一個咪咪圖 就是小時候你玩什麼 Pokemon 大學生說 Pokemon這麼老 不玩了 到大學生說 玩什麼 Pokemon 就是這樣 有個說法 4SXPlytoon 當初針對市場是年輕人 但結果出來玩的全都是大人 那反過來 因為Core of Duty Core of Duty 針對的本來是大人 但結果全部都是年輕人 就是類似 有一個NSA 例如NSA 例如Lintinver Street 會員數3200萬 其實比我獎順重要高 就是有三分之一 每買三部機 就有一個會員 你要明白 很多人是有兩部機 兩部甚至三部機 其實一來的價錢真的不怪 基本Pan 兩塊錢一年 你不要玩夠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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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玩這些檔案 其實也很划算 因為價錢不貴 總額金數 就是剛剛我的付費 這個就是免費的 2億5千萬 大家明白 有時候你開了又要再刪 刪了又要再刪 2億5千萬這個數 你就比較可以 想像成真正的玩家 因為你賣一部機 可以二手賣出去 另一個人再用 如果你把換了手之後 都視為兩個玩家 其實玩家數是一億星 補充點 任天堂最佳PAT 就是N64那個被罵 那就是 又不是說預料 總之就是 很久沒試過 因為被人嫌不上 那麼緊要 說它引擎不行 K-K2一大堆 主要是價錢加了一截 但是增加的部分 不算很多 量很少 不是 而且它引擎差 它引擎比 之前引擎跟網上單位 沒有東西差不多 大佬 你又是任天堂本家 你稍微有性子 好不好 即是它塞了東西 下來 你身體 還要是沒有什麼 不是沒有什麼 基本上是沒有收拾過 就原舊車過來 所以被人說 跟網上差不多 因為會想像它會收拾過 之而之類 不過它其實這樣 資源回收息 我又覺得 它都不會收拾太多了 最多是跟你重新收拾一次而已 我沒有說 現在有五天堂 它說Sweet 因為晶片不夠 所以要減產 不過我覺得這個時候 沒有所謂 你已經賣這麼多部了 還有現在就是暫時 因為它剛剛新開 它的遊戲 數目都依然不夠 還未夠吸引力 所以所有人被人少 沒錯 這些全部都是事實 那你就沒有賣錢了 你就等到 你覺得有足夠吸引的 你就先買 它又不逼你 順帶補充這樣說 Sony宣稱 PS5買了1340萬部 而我亦都說一句就是 遊戲從何來 沒有人聽到 人家買的遊戲 有沒有人買的呢 我們不久之前 才說1000萬部 現在是1300萬部 它是小依然在樹 但是 那些遊戲在哪裡 是呀 你去火星嗎 你是不是用來做超級電腦呢 是呀 中國有超級電腦 我是不是用PS5 用連線做的呢 之前有PS3 好像也有新聞 拿了很多PS3去買 因為它的機器 幾乎是倒鐵給你的 說一下就不肯定 我們不肯定 總之就是那句 PS5我不知道去哪裡了 火星就是火星了 好了 繼續還是老人相關 任天堂明星大争鬥 英正正報 就是它在花味通 最終專欄 最後一回 這樣呢 又是大亂鬥 那你問英正 你一定會問他大亂鬥的 英正說得明白 基本上就不會做的了 做不到的了 其實當初這個 純粹是因為 和楠仁聰說了 楠仁聰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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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楠仁聰說, 그거跟我講 雖然上次的位置是 柳薛定 這個情況也對的是 柳薛定的 因為地方正好 反過來 時是沒有想過 做軸仁聰說了 但是重點 不是它前提起來 而是最後半句 其實我cono沒所思考 制了 如果我之前都提過 他一直不只是想按著做軸仁 一直都 посlong 讓他完成 自己組成的 還好 還是在運動 不肯不肯就继续做呢? 其实是有机会的 看他们怎样放不下 因为我们上次也提到 他们的交棒的问题, 交棒不完 不如你终于像人龙那样 因为明月是很早已经交棒了 其实那个五年明月已经退掉了 他做了行政工作 将整个人龙系列 实际游戏的开发是交给人家制造的 所以明月离开Sega是名义上的会震撼 但实际上大家知道其实根本不影响 所以英正其实他说了等于没说 他只是将一直以为我所认知的事实中生一次 因为其实他出大乱斗SP的时候 都已经说过其实我没想着出的 就是他都是一个宅我被人夹上桥的 就是今次他依然都是我没想着再出的了 就是他每一次都是这样 就是他比功佬就诚实一点点 功佬就每一次都说不做 但是这个他就说每一次都说我不想做 但我没有说这个是最后 每一次他都这样说的 就是他只是如常发挥而已 但是他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如常发挥地 然后再出新的呢 其实不敢肯定的 我之前都提过的 各位有定心的准备 英正的大乱斗可能会是最后一作 之前已经讲过了 大家自己看下来吧 放心吧 明正这个问题他讲了很多次 他都回答了很多次 他又不会帮你 好了那我讲一下 又是一年遵修以制的日本一班文化奖章 ACC会相关的 一个就是漫画家 即情就是漫画家 他一定是ACC相关的 还有一个就是影画监督 你当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 是动画导演来的 另外那些就是电影导演 电视剧导演那类 因为他不分别人是动画 所以这部分都会比较常见的 其他项目就比较少见 ACC相关啦 但是他就是几固定会有 ACC相关的人得奖 所以就没那么罕见的 汤浅拿这个奖就不算是很意外的 老实实 他只是老实说是迟早的事 应该这么说就是 比我实际上要做 我以为他这一年 应该会再等多几年 你知道这类奖 其实就是论子排费的嘛 他这么年轻 其实是有意外的 因为动画导演要跟影画那些导演 去一起游戏 所以他不是经常有动画相关的 之前拿过两个就是 前年和大前年 两个就是袁慧一和山川浩二 再数上已经要2013年 就有黑洋了 再数前已经要数到高天分了 以动画导演来说 其实不是真的很多 相对这两位来说 他的确是还没够的 但是年少有违 是怎么这么说呢 这些政府相关的东西 有时很难捉摸到他 好了 接着就 好了接着另一件事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应该这么说就是 这个日本 其实这个礼拜 日本是真的几多好 不论时少 首先就是万圣洁 就是炸炸炸事件 接着就是日本 就是众议会选举 虽然都不怪你 每次数学有点不说了 然后就是这件事 就是放火 实行预告 那小邪神的语音 就终止 是窒房的 就是 我们好像每次都要提一提 京洞 就是不是特意的 但是 现在日本对这类 这样的恐吓 恐吓事件 那些特别害怕的 这些恐吓 威力业务防害的东西 是特别害怕了的 以前是 其实这类的东西 其实是连年都不断发生的 通常不出事 就没有人来的了 但是现在就会变成 只要有预告 那接着就一定是即时中止的了 就不会管你到底是恶意 还是放流料 还是怎样的了 什么都不会管你了 他先中止了 没有人敢揹这个非 因为 所以我们三五不时 就有一些新闻走出来 其实数量没有多到的 只是大家应对就紧张了 但是也因为他应对紧张了 从本来不是新闻 变成一个新闻 所以我们也提提的 那就不是很大件事 因为无故事发生的 不计计计划不成之外 好了 接着就是 说一些轻松一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套东西 会最终崩掉了 其实我当初为什么会崩掉了 我也不明白 但是后来那个操作更加迷 这个是蜘蛛纸 那么那个TV版放送的时候 有些位置都挺崩掉了 其实你崩掉也算了 他又不是真的崩掉天荒地裂 不得崩掉八岁 所以就不转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是最神奇的地方是 他出Bullway 大家很明白 是一定出的 他Bullway会修正 大家都很理解 但是 先生 你是不是把修正前和修正后 那两张图转转了 我看比较同 咦 好像修正了 是不是转转了 BDL才修正前了 修正了 修正后还比电视版本还差 我觉得唯一合理一点点的解释 有些是开门事故解释后才说 我认为合理一点点的解释 一般来说动画制作会搞AB版的 A for Alpha B for Beta A版就是无论它怎么死都死出来 通常我们作用一部画 就是直接把A版都出来报 接着就是期限之内 尽量把B版都扔出来 然后让那些精细小的作画 替换了它 这个叫B版 通常都做一次B版的 如果一时差做不及的 就要拿一个A版出来 你都听过中国平台 为了去审查性 给了一个A版的审查 结果他就拿一个A版来播 结果两边作为有分别 甚至是地上播放送 和这个网上播放版 都有分别 都是因为这样走出来的 他这两个的分别 比较像AB版的分别 所以他是不是把A版拿错了 Bluway你可以当作是C版 没有这个名字 他后面作为一个再修正版 通常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现在反过来 比较像是把A版拿出来 人们就说照的说法就是 他是不是将仅有作画 尚算正常的部分执弄它 整个东西就像根道那样 很统一了 整件事就很统一了 那就没有违获了 因为小说本身并不是很差的 所以动画造成这样的款式 真是惨了动画化的东西 到底会不会最终 走出来说不好意思 我们真的搞错了版本 买了就寄回来 我们换回新东西给你 或者如此 我不知道怎么搞 还是不好意思 这个是真的 我们真是为了同一代感觉 所以把它弄成这样的样子 我不知道 因为据说 现在被下修的部分 是少数作画正常的画面 所以挺搞笑的 我看了这么多年动画 多作画崩壞 Bullway修正到 修正不到也好 修正完再被人骂多一次也好 我都见不少了 亦修正我都这么大 过第一次见 几十年了 什么事发生了 另一单就是 动画相关了 就宣布开拍白雪公主 让人再开拍 重点就是 Grey Gerdot 即是神奇女俠 就会演王后 然后 混血 无论 就演白雪公主 我一刻不记得 我不知道 我不是很认识那个女主角的 我没有认识她 对了 看先叫做 Rachel Jenga 那我就不会认识她 好人吐槽白雪公主不白 这不是重点 即是Melon Ball 难道有Melon在里面? 这不是问题 只是白雪公主一开始 王后问魔镜 B-Sk 谁是最漂亮 而你找神奇女俠 你叫魔镜怎么说 王后你最漂亮的 好 说完 收工 这个其实我看 这个 预期说是什么 童话艺 不如说迪士尼 日本由恶逆相转生 迪士尼就是什么 恶逆主角转生 所有恶逆女角全部做主角 黑白魔后 黑魔后 今次看的样子都是这种 将传统里面做反派的 推上做主角 主角做背角 然后根据冰雪剧园 黑魔后传统来说 基本上这套99%是白雪公主甲GL的 挺期待的 因为近年迪蛇的恶逆转生系列 挺好看的 像黑白魔后那样是好看的 看美人俩裁衣 静景 之前是黑魔后都可以的 所以今次我颇期待的 尤其是Grey Gator 能有一个不美的美人是可以的 这就暂得这样 应该没那么快 先赶紧下游戏消息了 首先上次讲过 Steam 就下架了所有 交易货币相关的游戏 现在马上有个新闻作证 他们这个做法 是不是无的放置呢 即时出现的例子 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鱿鱼游戏你一定听过 但是鱿鱼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其实它是捆绑着一只游戏的 以鱿鱼游戏的概念 大家都明白 简单说就是你把一只币 才可以参加它里面的游戏比赛 其实是一个大型多人比赛 赢了就跟游戏设定一样 你可以拿出所有奖金 那你出新币 总是有人想炒 不一定是想参加 也因为它拿着鱿鱼游戏的名字 那个名字那么红 那么很多人买 那么就这么多人买 那么它的价钱就慢慢升 而且升到最后还是暴升那一只 但是为什么它会暴升呢 就先讲它的结局 结果就是归了0 暴跌的原因 和暴升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鱿鱼的机制问题 就是因为你买入了 正常你买货币就是 你买入买了鱿鱿鱼币回来 你想买出去就跌回转 这个赌车就跌回转 但这里不是的 它里面还要给一个叫弹珠币的物体 就是它的切发行了两个币 那么如果你要买 就不用很简单 一会买而已 但是如果你买的话 你就要消耗一定的弹珠币 弹珠币是哪里来的呢 你就要参加一只游戏 你要赢那只游戏 你才有弹珠币可以玩 但是因为这游戏 是还没开播的 就是它现在是开了一个币给你 但是游戏是没开播的 所以就没有人有弹珠币 就是没有人可以卖出 一个全队界只能买入 不能卖出的什么都好 你当股票也好 货币也好 如果有人依然是继续卖入的话 那价钱一定暴升的 你又没得卖 就是没有人可以看到 那价钱高我就卖 那一定会这样夹升 它夹了一段时间 开发那个队就走路 就说我们被人欺负了 所以我们不玩了 这些很明显就是 卷款割韭菜走路 这个游戏机制本身 就令到你很难退出的 你想想 你要这么多人参加这游戏 你只有一个人赢到 就是你玩过吃鸡 你就知道 多么困难的事 一百个人打 你只有一个人赢 本来已经很难卖了 现在就直接没得卖 因为它开发商走路 所以没有人去搞个游戏本身 所以也不会有人落到弹珠币 所以是没有人卖出去的 它的成交交都不知道 怎么会跑出来的 老实实 所以你就明白了 这个Visic的Steam 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涉及太多诈骗相关的东西 就是整个某个意思 我觉得从来这些商量加密货币 其实是什么 今次是一个第一个赌场 你进去赌 你会发达你会发达 虽然这些价钱预了 我又没有那么负名 我的意见很简单 它本身是有它的价值 但是跟股票一样 你走去任何一个股票版 你都以为进了赌场版 个个都是赌股票 他们怎么看这些加密货币 都是赌加密货币 你觉得澳门买价钱是细算 还是嫌疑 还是通不了关 我认为满老虎 会安全一些 说那些鬼佬的游戏 刚刚过了11月 第三季度财报报表就陆续出炉 Tik2就是GTA的开发商公司 他们都出炉 财报如何呢? 就不是一个价钱 但是你看到其中一个数字 你就明白为何GTA还没出炉 GTA5上一季 即第三季 一季之内卖了1000万只 总合买了1.5500万只 那我出炉了一套 即是如果我这一款游戏 到现在今时今日 还买到1000万只 是1000万只 很多人 成小人 成家公司加上 都卖不到1000万只 你一季就已经卖了 所以他怎么会急着呢 他真的会慢慢来 太麻烦了 有了 你不出这些人 你不是要玩T5 我出来干嘛 当然啦 其实他不断更新 是GTA5的 虽然啦 因为拖了太久 之前在PayStation那些 抹春 好像Solkori那些 心分低 被人虚忍到爆 因为依然都是GTA5 大家开始想你看到GTA6 开始吵老母 你们听到啦 我之前提过的 看来短期留都不会看到的啦 你掉了心水啦 你才慢慢等 有生之年啦 我觉得他会出的 但真的没那么快 他真的太慢 畢竟GTA4和5之间 是隔了很久 但是GTA4的更新 是没有这些不太多的密 他真的经营online game 没有什么方法去做 那就另一回事 好了 接着就是 我们的财表 还有我们亲爱的布术财表 财表其实挺出乎我的预料的 但据说也是出乎市场预料 但方向刚刚相反的 先说财表表现如何 他经营同比增长 即是同上季度同时间的经营业值 竟然增长了6% 你想想想 他出现了5多时 跟我说增长了5.8% 是挺出我的意料之外 但是出了什么机构 我说财经方面的预测 其实比预测低 我想 你这帮佬 为什么会觉得 他加了6% 还是少了呢 我理解不了的 到底你懂不懂 所以他这样整个版本 觉得动势暴雪 都应该会升不少 但是问题就是 是没错 这是事实来的 但是他因为他之前那些 做现在还没搞定的 领需要风波 还在打公司前扰 接着卡卡 搞到他的增长 打个折头 结果就跌出市场预期 结果就是消息一出 收市后竞价就跌了10% 70%跌到60% 我们如果是比较熟游戏的人 这个数目已经算是执身材了 已经是 即是输少当赢了 又不可以叫输少当赢 他也是赢的 他也是增长 但是已经算是执身材了 他要做 你要明白 第一 他Overwatch 2又延期 D4又延期 他的耳摩多 就在测试不知如何 但是他的反应也不太好 但你也猜得到了 那一只 坎掉重裂了之后 所以他现在算是 市场与玩家期待之间 已经是 算是这样 而且还要看一看 他还有一个CEO 之前执烂摊子 那样上市 叫Jan O'Neill 就辞职 不生气 连尾会走人 他玩了三个月 之前说 我要改革 如何改革 我们的公司文化 什么什么什么 你是改革不了 还是DL 没有人情治呢 我不知道 总之就是他就跳船了 不可能改革 因为到这个程度 很老实 在游戏圈里 从来都要扬性音随 你要在游戏圈里 搞平权 基本上三个字 我能够 而尤其是 去到玻璃渣 这种 能听说的 整班游戏 融促了 那个疯人集团 你要把疯人集团 改革成 正面 平权 左膠 你收拾了他 我觉得这个是最实际的方法 改革是不可能的 怎么说 我不代意 他是一班 一般叫做极客 EK 一班极客去做 但是 不是说 这间公司特别 特别坏的 老老实实 每间都这样 他碰那群人 早就跑掉了 我们一直都常说 南北部署 跑掉了 当初读D2 跑掉了10年 应该不止10年 所以这间公司 跑掉了就算了 这是一个最实际的方法 没有眼前说净 说到延期 说到外国公司 我还要说City Portrait 财表区就没有的 因为他不是上市公司 但是他之前有个消息 就是说 包括2077的刺材大主机版 包括模式那些 全部都说 包括新的模式 他都要延期 大家都猜得到 因为 这个就是完全在我延期之中 因为他要这样整理 2077 你想想 他原本当初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主观怎么想 总之 他原本当初 想着2077 出了之后 他只是做旧族更新 就可以投入新作 去开发 所以他现在要将资源 全部都放进去 收拾好些东西 这是很正常的事 而他也算是收拾了七七八八 那他收拾了不少 他既然作为一个负责任公司 收拾了旧族 那么他当然会 推辞了新开发的部分 这是有部分 我觉得失望 不好意思 我觉得这件事 我才觉得他没有失我所望 就是他负责任地搞回到那些东西 而不是急趕着 出一些新东西出来 然后将旧东西收拾不够 现在是个业界 真的是业界良心 你知道多多公司 弄了一堆材材筆出来 不滚 不滚管 继续搞新东西出来 然后继续去到棍水 所以他延期是好事 而我都宁可他延期 如果他不延期的话 你就看着新东西 全部都继续扑街 大家是否想看到这些东西 不是 好了 我们又回来继续讲一些上市公司 但我们今次讲一些近一点 南韩的 天堂W 据称是最下一代的天堂 大家应该知道哪个天堂 那些年轻一点都未必知道 天堂W 他叫做全球向上市 中文版和韩国版 好像是一起出的 一出来 他就说因为太多人 要进入我们77 有时候这些都很难估计 因为他到底是沽下一阶 那些发生一阶 还是怎样呢 我们之前都讲过 一开始的伺服器的人流量 是不可以作准的 如果你用那个来做标准的话 你的伺服器一定会更多了 那到底是他沽下一阶 还是真的出乎意味了很多人 这个很难说的 但是呢 他就出了来 除了是又断线之内 他吹得很冷行 结果大家发现 好像跟之前那几只天堂 差不多了 你之前吹得这么冷行 期待过高 结果一上市 他的母公司NCSoft 就跌了10% 又是10% 真的 老实实 他之前吹得这么冷行 我还想 看你的款式 都搞不出什么新款 又是困了这些玩家 尽量不出所料 不重要了 OK 再说近一点 再近一点 我们又要说回日本 但这个就跟很相关 这并不算是联恩 战略合作 即是Sega和微软宣布 就签署战略合作 我第一个粉丝就是 啊?你现在才签的? 他不是合作了很久了吗? 对啊 这两档 因为印象中 Sega和Milesoft 一直是很多年 其实也不至于很亲密 但老合作关系了 现在才签? 有点小事 我看一看 不是签了很久了吗? 咦?是新闻来的吗? 是的 我提醒大家 Dreamcast里面的OS 是Windows 就是了 这些老师 这些前Sega粉丝来说 Sega和微软宣布来说 合作了很多年了 我们上次说 任天同99 Megadrive 都提过这件事了 所以这件事 可能是重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之前也叫合作协议 不是真的不同的 在内合作协议是比较紧密的 可能是说 之前的合作还没有深度 现在我们再紧密的合作 那会不会合作 合作上床呢? 会不会最后收购了它呢? 是的 而现在看是有机会的 我们当年已经说过 Sega和Milesoft 如果他们两个曾经传出 有谈过收购的 那会不会现在 人老猪王 过了十年之后 你还没有男女女嫁 你要不要要娶我啊? 港女找避胎那些东西 哈哈哈哈 真不太薄 不太理解了 真是原来人全肆 你知道Megadrive的形象 就是那些新足工程师 宣传新足回收业 听不明白什么叫新足回收业 自己姑姑了 哈哈 不说那么多了 好了 我们回到本土消息了 这个CWHK 我们之前最后一次讲CW 5月的时候 我已经预告过了 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 现在基本上都坐实了 前几天它的业手更新了 但它的更新不是下一届的CW 第二就是九尖都说要卖 第三就是当东西 突然间在5月那边缩水所所很厉害 人也少得很厉害 前几天在它的幕录页面 就更加了一张图 什么公布都没有 但是更加一张图 就是CW的吉祥物 都出了很多年了 但是没什么人记得 然后旁边有一句字 就叫Goodbye and thank you 你都看到这句话 你都想到CW是修皮的了 虽然它没有讲到死死实实 所以它还有权说 我们吉祥物换而已 我们CW继续会搞的 这个可能市场有多高 大家试试心中有数 也有市场有传 是韩国哪个合作厂 它几个合作厂 就说不搞 因为它也有份拿着版权 还是有持份 所以就算它们要继续搞 都不可以做CWHK了 那会不会换皮上市呢 相对只是炒击场物呢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最大的可能性 当然是从此不露 大家心中有数 老实实说 你去过5月那场 你就知道什么事了 好了 我们讲完本个新闻 我们继续讲一些 北方罗伦国相关的 其实都很稠说 这些肉怀新闻讲得很悶 所以今个星期一单 就是不用这样的 新挖市新的那套 《警戒战机》 那它就在BLAB被人落架 那原因呢 我觉得是挺无辜的 老实实 它里面的处理 就有点像鲁鲁鲁鲁鱼那样的情况 日本也是被人通开了四份 总之被列强占领了 其中一份呢 就是亚洲军 那些人就说 他们设定是影射中国 我在想 它里面 但是没错 红色衣服这些东西 更加是 反抗统治者被人消失 人口贩卖 送去搬国劳动 这些处决为反抗人士 所有独裁极权统治的国家 都是这样的 甚至每一看俄罗斯 都还是这样的 那些 俄罗斯、伊朗 那些全部都是这样的 那一定有的 你要说政治相关 一定有些独裁国家 有些自由国家 难道你说银银转 又是浴华 那些黄金的东西 但是它没有说正式 它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那些人只是猜的 总之它做了一半 结果被人落架 很正常 而且我们之前说过 他们现在是一集一审 每一集都送过一审 会不会是他省了一半 新的那一集 就不过了 就拿不到 结果要全年代前面 都要删掉 有很多可能性 总之就是二次被浴华 不意外 总之就是在中国来说 什么都不意外 真的不意外 什么都可以上线上线 这个真的强 我觉得真的完全是上线上线 你说金白牙基是浴华 我也算是接近一点 因为它毕竟是现实架空故事 接着后面两宗都在中国消息 中国版的要处英雄 宣布收屁不玩 都没开始过 严格来说 他说Better版Better了三年 最终都是出不了 我们之前也提过 没出版好的游戏 可以用Better形式公开的 但是之前两件事 第一就是停止版后更新 到现在还没看到 到录音的时候 他还没有更新 因为我们之前新闻时也提过 他一个月没有更新 现在是一个多两个月 都不见他有更新 可能他短时间也没有了 可能是因为这样 之前一直三年都不行了 正常时间都不行了 现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可以的 他更加不可以 他想着 算了 收屁了 不玩了 因为他一天不正式开始 就不可以收费 你不可以收费 即是白烧钱了 他现在就OK 我不烧了 收皮就不简单了 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个游戏 不知你一度全世界都是这样 再一个就是以大陆为主 但其实是全世界的 那就是炉石了 炉石战技有一个很有趣的趣闻 作为收尾 他更新了他的系统 其实我不太熟悉 因为炉石没玩 简单的就是玩家 为了快速获得大量的奖励 因为对战胜利就有奖励 因为他设计的问题 被人转了漏洞 主要是中国的玩家 因为我打一场 如果是不幸的 可以打三四十分钟 这个类似的加把游戏 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奖励 就是胜利的 所以他就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不断地投降 全世界一起不断地投降 我们一分半分钟就是一场 那我就可以很快地使战职 我都是胜利的信率 都是50%而已 但我打生打死 本来都是胜利的附近 你就想到了 两个人对战 所以他就不断地互相投降 官方就修改规则 就改成 就这样投降 就不会获得胜利奖励 那你走到这种东西 因为之前已经开了 如果一开始这样塞 就不会有事 但是因为之前已经有了默契 那些人就不断地转漏洞 想方法 结果仍然是他有一堆人 互相投降 去拿奖励 在官方眼中 这些基本上是躺平 你弄得这么辛苦 我这么辛苦 去跟人争天梯 争什么 那个奖励都没有分别的 那我不如躺平 大家互相投降 而在他们投降 投出的趣味来 就是我斗快按头 想想如何在界面一旦出来 就立刻按得到 如果你弄的时候 你等这些东西出来 就不行了 你要按定 如何按定 以前我玩SB 就是严谨司长的时候 我都做过这件事 大概是单方面的 我纯粹想洗分 洗回到最低级那里 轻松一点去打胜场 我说胜率是低于50% 但是一个人做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成绩一做 就会接近到50% 而且那些人 因为胜率刚好是50% 基本上是贴着某个区间的 你都猜得到 根据你挨落即分制 如果你懂得各半 基本上就会是 刚好在中间的位置 留在那里 那就不会上就不会下 所以大家会尽力 保持自己的一半性能 就留在那个区域里 然后大家斗平 现在大陆流行躺平 一个挺有趣的趣味 先说 这个是全世界的游戏现象 不过主要在中国里面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放在中国里面 而不是放在暴雪那边 一个挺有趣的东西 官方的暴雪 真的被你的鲜山激怒死 因为如果你不认真地打 你就不会想去草石 去货金 去开新卡之类之类的 这个完全就是游戏把握抗平 就是激怒死的官方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结尾 最后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MacBook Pro就到了手了 那影片就拍了 那简单测试还没做 那就应该会上传的 我相信这段影片应该会迟过那段影片出现的 一如所料地 我买个USB Hub 就插进去 它能够解决的HMI 但不能够解决的USB A 和电脑 这个是很好的 现在还没收拾 这个是等于Apple自己 交给它了 那就玩了几天 暂时未知道好还是不好 我以为有很多东西还没空 总之看开箱片 一条非常不喜欢开箱片 如果你留意着YouTube频道的话 你应该看了那段影片 才刚才听到我们这里 如果你没有留意到的话 你现在可以去看 已经上去了 应该上去了 我应该会搞的 用爱movie展架 不要投诉 好 那今个星期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个星期再见